看到監視器呢 便當店外面滿滿都是人潮 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有人甚至還拿這個椅子呢 過來要排隊站位子 因為大家都是要來準備買一塊錢的便當 很多人一大清早六七點就來排隊 為了這個號碼牌真的是拼了 而且呢就算早上在高雄有下雨 民眾還是很熱情 因為呢從十點開始 就可以吃到這個熱騰騰一塊錢的便當 上來替早早訪問 就是為了回回附近的鄉親禮禮這樣子 好 這是在高雄的一間便當店 要趁住新開幕 從這個8號開始到13號 每天限量100個便當只要一塊錢 原價呢都大概要95那樣 那麼對老闆來說呢 這樣新開幕的限量活動 成本肯定也不低